告诉你们个秘密啊 群羽阁其实是我初前修好的 你们信吗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事情是这样的 之前咱们不是都知道 要筹谓重建群羽阁这么个事 对吧 不是今年初那次公开招标 让旅行者白干的那次 是去年更早的一次 米哈游的隐藏剧情 你们不会造错误了吧 我跟你们说 当时作为这个黎月七星之一的宁光 就主动担负起了重建的重任 已经这群羽阁也算是黎月的一盒武器库 对吧 然后呢 他就拜托我 本旅行者 到处四处探访 寻找仙人植物 但是你们肯定也都知道 这仲仙都很穷的 献他们一面的方式 就是也就给他们烧顿饭 这他们哪能有什么小金库 不经现世 那能怎么办 当时呢就有一位机智的先友就提议了 我们可以学学人家蒙德人了 对吧 人家可会搞钱了 瞧瞧人家的代言人 可烈光靠卖蒙 就卖出了几千个手办呀 你感谢啊 几千个呀 这都工杂多少次群预阁了 你们说 所以呢 我们黎月人也是时候要接接地气了 所以最终大家一致决定一笔腿长的方式选出了黎月的代言人 就这样哈 宁光神像 啊不 宁光手办 横空出世 作为确认过眼神的元宝 我立马就懂了 哎你瞧瞧人家这大长北 天神都如此拼 我等凡夫俗子 岂能领不清呢 自然是要透空腰包跟他干的呀 于是呢 我就立马毅然决然地下单了一尊 宁光神像 呸 宁光手办 那看过我视频的小伙伴 应该都知道 我是去年的6月25日 为了重建群预阁 我去了这个旗舰店就下了单 8月16号的时候 我就录了一期原神的开箱视频 当时就送了我一个摄取挂画 你们还记得吗 我觉得挺好 坦了但是呢 那不是隔壁的小孩想要啊 我就送给他 然后还有一个手办预定函 上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写着 预计在2022年5月出火 如有缘起 我们将会及时透支 哇真的是给自己留了个后路呀 这话说的太严谨了 那前几天呢 我还寻思着啊 这时隔一年多了啊 你们看这个群预阁呢 也已经修好了 连须弥都出了 可是我的宁光在哪里 该不会是跑路了吧 于是我熟练的打开门网 惊喜的发现 噢 翻误了 所以啊 你们现在知道 为什么今年年初的时候 大家只需要 斑斑石头 就能把这个群预阁给修好了 哎呀 不单纯 真的单纯 其实这个名额啊 草 真的对我 多亏了啊 多亏了有我 啊当然还有你们啊 都是因为大家的踊跃点赞 和一枚枚的硬币啊 重铸了这个群预阁 所以今天是不是也可以给up主两个 连连的免费的努力呢 点赞本视频我们一起开箱 宁光神像up会宁光手办 给你们欣赏欣赏这个神像的推究竟有多长 延时的重量令人安心 我们在这里的特别的打开 我们在这里的开箱 有点消灯 准备的含固 准备的孔子 用一种水晶的准备 把骨头切成中 准备的橄榄 用寸厚的油 放入银子 你不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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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 你在这里 在这找到了 掀器 差不进了 看这大肠的 居然要电池 要电池 然后用这个卷轴来控制它的开关 这么神奇的吗 电池还要自己去购买 我去找找 嘿嘿不爱 超神灯 哈哈哈哈哈哈 感谢观看